来,欢迎您来到李教练的驾训世界 给您开车上路的标系列 根据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第25条 参加驾驶训练机构团体报考 会接受五星期的密集驾驶训练 若预自行学习驾驶则需经过三个月以上的经历 因此一般民众大都会进驾训班报考 因为只需用五星期时间的驾驶训练 就是这个五星期时间学员学习过程 磨合其不尽相同 无论老、中、轻 哪个年龄层学员、男、女学员 个性、性格、背景、兴趣 进步相同之下 要在短时间接受同等级的驾驶训练 基本上男学员的倾向是好奇的 心思理解能力强 一点就通并且操控稳当 女学员都上五节课了 还没进入紧急状况 觉得她的教练 老师最爱 刀刀念 结论是都考取驾照了 还不知道鱼刷开关在哪里 所以 人一进了驾训班 去爱心与耐心的教练 就得有教无类 照单全收 想当然而参考记号 扩分杆 交通锥 路数 石头 等等都可用作辅助教学 学员 汽车 开到哪儿 寄到哪儿 方向盘也就跟着 转到哪儿 多人在驾训班的回忆里 这是历史事实 也是许多训练机构之共业 如今准备要改写历史了 家考场外的道路驾驶考验了 您预备好了吗 耶